2016年台灣的一個小小遊戲工作室 叫做赤竹工作室 推出了一部恐怖遊戲的試玩版 這部遊戲叫做反效 試玩版一出之後就隨即引來非常大的迴響 這部遊戲在2017年1月也正式推出 推出之後過了不久就在台灣地區登上了Steam開賣榜的熱賣榜售 這部遊戲沒有龐大的開發團隊更加沒有華麗的遊戲畫面和大規模的宣傳攻勢 但就單單以一個大膽而有悲良的白色恐怖故事突圍而出 而這一個故事在我親身體會了整部遊戲之後 實在覺得是近年來一個非常難得一見的出色之作 沒錯,反效的熱潮是時隔一年多我才開始玩這部作品 因為我本來對恐怖解謎類的遊戲興趣不大 但在短短五個小時的Gameplay時間裡面 我所得到的感受就比其他遊戲更加深 反效是一部2D橫向卷軸的遊戲 利用了有限的視覺和懸疑的背景音樂 去營造整個遊戲的恐怖氣氛 在恐怖氣氛的構造當中雖然沒有現在的3D遊戲那麼有神感 但遊戲的脈絡和劇情的推進裡面 你會慢慢感受到其實反效的賣點 不是恐怖懸疑 而是背後那個悲良而有發人心醒的感人故事 整部遊戲其實都是以劇情為主 以恐怖為父的解謎遊戲 在遊戲性方面 反效的設計其實是相當之簡單的 你們只需要是用一隻Mouse 就已經做到遊戲裡面所有的動作 遊戲內容全部都是找物品和解謎 從而去推進劇情的道路 而在推進劇情之中 你會找到不少有關劇情的物品 而遊戲當中是沒有切切實實的帶出整部遊戲的故事 是採用了一個比較隱晦的方式去呈現整個故事給大家看 所以遊戲玩法表面上是很簡單 但實際上就是要玩家不斷地留意遊戲的細節 從而去推敲出整個故事的物料 反效這部作品的遊戲性就不算很高 但遊戲故事就是近年來非常難得一見 而且非常大膽的嘗試 遊戲就利用了1960年代戒嚴時期一個偏遠學校的故事 去帶出整部遊戲的訊息和背後想諷刺的東西 在這裡我不方便劇透那些未玩過的玩家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對於那些了解過以往政治壓迫時代的人來說 這部作品一定會令你感觸良多 我會用一句話去總括整部遊戲所帶出的唏噓 恐怖的並不是那些妖魔鬼怪 而是人性的黑暗 這部遊戲的題材是相當之敏感的 而這些敏感的題材又有著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 而亦因為遊戲裡面的鬼神之說大多數都具有本土特色 所以作為一個香港的玩家去體驗這一部遊戲 感覺上就會份內有親切感 雖然故事的大致內容和文化都是來自台灣 但在反校的世界裡面 那些政治迫害 那些莫須有的罪名 那些只是用一指一筆就可以當成武器的可怕之處 都已經勾起了我當年還是學生的時候所學過的歷史上的教訓 在我玩完整部遊戲之後 我會慶幸自己不是生於那個年代 但我同時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會擔心未來的時代 會不會真的再次迎來反校的一種時代 而遊戲裡面的中文造句也是我深感它強大的地方 再一次令我感受到中文是多不知靚 白水先染上一河鮮血 只能如鐵鏽翻掉零 遊戲裡面簡簡單單的一字一句 就是足以勾劃整部遊戲的故事 也足以激發我內心的情緒 遊戲的佈局也相當有水準和令人滿意 遊戲時間雖然不長 但是在短短的大約五小時之內 你就會感受到故事裡面那種氣氛鮮明的轉變 遊戲初期是比較集中在解謎和恐怖的氣氛當中 整部遊戲一開始是充滿著懸疑感 在遊戲中期 遊戲脈絡開始會變得清晰 遊戲也由恐怖氣氛慢慢轉變成發掘劇情的細節 引導玩家由解謎變成破解故事 而在遊戲的最後段 當破解了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之後 你就會拋低了所經歷過的所有恐怖氣氛 轉而投入去感受遊戲裡面那段黑歷史的傷痛 遊戲將一開始的恐怖慢慢轉移到最後的傷感 不管是解謎或者鬼魅經律也好 這些都是次要 它們都不是反效要表達的理念 反效要表達的就是屬於白色恐怖時代的那一段故事 這些也是為什麼我這麼欣賞這部作品的原因 反效這遊戲大膽地利用了遊戲 去帶出歷史的教訓 這遊戲很努力地嘗試用親身體驗的方式 去傳達給玩家知道那一個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在玩反效的過程之中 你就好像親身去體驗那個時代的可怕 反效為什麼能夠做得那麼出色 是因為它能夠讓你親身去體驗政治壓迫時代所帶來的感受 如果跟我一樣都是著重遊戲劇情的玩家的話 反效這遊戲你一定是要親身感受一下 在短短的五個小時內能夠在玩的過程之中 令我再一次感受到歷史的教訓 感受到那個年代的人是受過多少折磨 有多少人受過一個折磨 才造就現今的社會 自由的代價是前人的付出 這些都是由反效這遊戲裡面 令我再一次去反思思考的東西 以歷史去結合遊戲所造成的結晶品 反效的確是近年來非常難得一見的高水準之作 這部所謂恐怖遊戲所賣的恐怖 並不是坊間上那些視覺又或者聽覺上那種衝擊性的恐怖 而是來自歷史來自別人心裡面那種黑暗的恐怖 反效在恐怖遊戲裡面的確有著不一樣的恐怖 遊戲就引導你在過程裡思考然後著迷 到最後你入了氣 反效這遊戲背後所描寫的那種沉重 絕對能夠令它稱得上是一部商品的佳作 好,評分時間 scared today Market